机场惊剑野生香港新生代天后邓紫棋,大家注意的不是子弹型上神,而是下面的画面。 大家都知道美生天后GEM邓紫棋吗?想必她在两岸的名气已经大开了吧? 其实边边真的超爱她的,唱歌有爆发力,临场反应又好,要歌喉又歌喉,要头脑又真的蛮聪明的,先前在机场被网友捕捉到夜生的GEM楼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真的是辣度爆表啊!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主萤幕就,根据今日头条。 原来的我是胖子头条主的分享,有名网友在机场遇到夜生GEM,但大家在意的不是她的出现而是竟然她没有穿皮裤。 对,因为平常邓紫棋是习惯穿很紧的皮裤出席各大场合的,但这次没有她选择穿连身又合身的套装,可以说是席经指数爆表,大家看了一定会很兴奋,我们来看看。 邓紫棋本名叫邓诗颖,1991年生,2014年参加《我是歌手》得到亚军因此获得青睐,整个知名度在两岸三的大开,造成华语乐坛一时的轰动,因此大家便纷纷开始关注她的每张专辑。 各种活动动向,这一次在机场被网友捕捉到穿了平常不会穿的套装,大家一定很好奇是穿什么,可以让男生讨论的那么热烈。 野生邓紫棋,这个是正面罩,露出了一点小肚子,配合住原本的长发是不是清新脱俗啊? 但是大家在意的却是后面。 完美的好身材曲线,虽然说是小侧面,还背了个香奈儿的小包包,但是曲线线条却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其实也是很有料的,平常穿皮裤黑黑的可能看不太出来,但因为这次穿连身肉窄的套装,使得大家都蛮兴奋的。 边边觉得相当有气质。 邓紫棋,英语,Gloria 10,TSZ,G,E,1991年8月16日,E,又名GEM,Get Everybody Moving,一集让每个人动起来。 2.本名邓诗影,英语,Gloria 10,TSZ,Win,出生于上海,是一名香港创作歌手。 2008年7月16岁,以16岁之零出道,取得香港各大乐坛颁奖礼新人金奖。 2012年,2012年,发行专辑XPOSE并夺得香港ITB全年最高销量香港女歌手。 2013年,评级XPOSE并夺得香港女歌手。 2013年,评级XPOSE并夺得香港女歌手,成为入围金曲歌后最年轻的女歌手。 3.2014年,因参与中国湖南卫视歌唱竞赛节目《我是歌手时》的亮眼表现在大中华地区迅速走红。 同年3月,获第27届QK美国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亚洲艺人。 同年5月,登上福布斯中国百大名人全力榜第91位,4、5、2015年更攀升至第11位,6。 2015年初,邓子柒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自弹自唱七自创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。 2015年7月,未满24岁便完成80场个人演唱会,7、8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会吸引近4万人观看,8、同年11月在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完成第73场,也是最后一场XXXLIV世界巡演。 2016年初,福布斯公布2016年全球30岁以下最具潜质音乐人名单30。 Under 30,邓子柒唯唯一在榜亚洲音乐人,9、10。 2016年11月6日,邓子柒奪得第26届MTV欧洲音乐大奖,EMA,最佳大陆地区及港台地区艺人。 11、12。2017年初,邓子柒二度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唱山歌歌从离将来。 2017年5月28日,25岁的邓子柒在Queen of Hearts世界巡回演唱会,武汉展完成了人生第100场个人演唱会。 在2018年1月17歌曲《光年之外》MV在YouTube网站达到一亿次观看次数。 出道至今之。唱片公司及经理人公司为蜂鸟音乐,13。